哈囉大家好,這裡是星期日拯救計畫,我是二日 那麼一年的呢,默默的又這樣子12月了 然後其實我有去看了一下我去年同樣的這個主題的發布時間 感覺會跟我今年的發布時間會是同一天喔 這證明了什麼事呢? 大概就是我真的是一個始終無一的好漢吧 那就趕緊來看看到底是選了什麼小夥伴,一起來好好過冬囉 好的,那我們一樣從桌地來開始說吧 那今年選了一個這一個,哇感覺有一點性感的這個 大家看看是walk out bear 就是運動的熊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緊緻的三角褲跟這個小吊嘎 對,為什麼會選這個呢? 這真的是還挺有原因的 因為就是我之前前陣子有去看了一次中醫嘛 然後那時候中醫那個老先生就要幫我把脈 然後那個老先生他就這樣把這個手搭在我這個手腕上 就這樣子搭著喔 我跟大家說真的不誇張 搭到我以為他要這樣子搭著一生一世的這麼久 之後我想說天啊,我不會根本就是死了吧還怎麼樣 然後最後好不容易呢,就看到他把手呢,就這樣緩緩的拿起來 然後呢,就這樣淺淺的說了四個字 就是說我,脈絡,體虛 說認真的,正直壯年,如我一般的青年才俊被說體虛 虛這個字可不能隨便亂說啊,老先生 總而言之呢,就是被說了這四個字之後呢,我真的就是有如晴天霹靂一般啊 就決定要開始我的運動生活了 所以就想說那我就 呃,還是給買一個這個看那個洋味 喔,我現在每天都會做洋味起座 而且我買這個還有一個蠻重要的原因 就是到時候就算這個珠粒,呃,不要用了 我覺得也可以直接把這個這樣剪下來 然後都可以再做拼貼啊 或是像這樣當成卡片送人啊 什麼的感覺都蠻可愛的 他最後面有一個這個,哇,性感寫真大集合的概念 我就想著可以這樣剪下來都可以當成一個貼紙來使用 對,所以就希望明年可以擺脫虛這個字 好好的像這個緊緻三角褲看齊啊 好,再來說一下這個 這是昨天熱騰騰剛剛才收到的日曆 好啦,那就來愉快地把它拆開 其實因為我也完全還沒拆 所以也不知道裡面是生四死 是個什麼情況 送了一個這個燙的,哇,非常非常金的 喔,我可是有學好 非常的金公香香對不對 欸,看我是不是盧子可嬌耶 金公香香的這個紅包袋 欸,這個蠻可愛的耶 好女兒,感覺會實用 再來就是這個主體啦 瞧瞧這質感,欸感覺還蠻不錯耶 這就是應該已經真的蠻紅的了 今年就是老派的生活日曆 哇,先來看這個 啊,因為我買的是一個set組 就是好像我有買的是可能有明信片啊 還有貼紙 大家知道我的關鍵字是貼紙 所以我想說,啊,好啦,set給你買下去啦 喔,所以它有一個這個明信片的組 大家看這個有發現了什麼嗎? 這個老派日曆會這麼紅 就是因為它都是拿之前可能聯合報體系的那種報紙 好久以前很復古的報紙 它把它蒐集起來,然後再重新再製成像這樣子 欸,這個明信片十分的好看耶 喔,貼紙來了 欸,好可愛喔,真的是很復古的感覺 可以立刻跳阿狗狗那種感覺 你們看這個 以前流行的畫風走這樣,是不是?大家看 不要悠,同學們 對,它有講了就是所有的圖像都是取自1950年代的那時候的聯合報 好,來看看本尊 哇,本尊大人 欸,是一個比一個手長還小的耶 它真的還蠻美女的,而且很可愛 然後,喔,後面是一個小背 欸,後面是,我看看它怎麼樣 喔,是一個小背板 好啦,那就來看看裡面到底長得如何 那個時候下標的時候 裡面的內頁大概只錄出了兩頁還是三頁吧 喔,你們瞧瞧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陣仗 一月的封面,首頁就有一個這個 喔,二月的長這樣,每一個月的這個匪頁好像都蠻好看的齁 二月的挑戰是,凝視對方什麼都不說 好好端詳這位,無論日子或喜或悲,總是陪伴在你身邊的伴侶 喔,二月的主題是,love love,是不是 二月的主題是,談戀愛嘛 哇,除夕好好看 喔,初一,初二 哇,這裡很有誠意耶,這裡的圖都不同 真的,我覺得這本如果會好用的話 就是,其實每一頁撕下來的上面這裡,是不是可以拿來做拼貼 而且你看這些字,這些字都可以這樣子給它弄下來,再做拼貼 然後下面這邊好像也可以每天,呃,胡寫一些那個夾妝 很鼓勵自己的話啊,什麼的 啊,發現這個,十二月的主題,感覺很不錯耶 是,文具類型的主題的感覺,你們瞧瞧 你們看,美不生收十二月的主題 不得了的這一頁,說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喔 全部翻了翻之後,我覺得感受到滿滿的誠意還有熱情啊 大家如果對像這種比較老派啊,All school啊,可以這樣跳那個,呃,阿狗狗 啊,我其實不太會用這一招,大家知道嗎 就是這個打一個響板的這個,很酷的這個 而且尤其我右手完全用不出來 左手還勉強有一點什麼,大家安靜,聽 哈哈哈哈,剛剛就沒聲音,大家安靜再一次 大家安靜,有吧,我應該還算會吧 好,再來就是手帳本啦,我去年呢,是不是有用了兩本手帳本 一本是月計畫的本子,一本是週計畫的,那時候我不是跟大家說 我這本月計畫本子是有一點意外之下的結果嗎 那今年一樣,就又是很意外啦,對 那大家看我這個東西,是不是以為我拿的是我今年的手帳本呢 那就打錯特錯啦 我在我以前的影片裡好像就有說過了,我說我是這個世界上最無聊的人 現在你們可相信了吧 因為我今年的影片長這樣,我在想應該有可能明年,後年,或是大後年啊 雖然不知道會不會活那麼久,但是感覺就是 如果我一直拍下去的話,那我可能就會一直拿這樣一摸摸一樣的東西出來 然後大家就會真的,就會發現我真的就是這麼無聊 對,我就是可以一直買一樣東西跟吃一模一樣的東西的 所以我就又買了一本這個,就是Chocboy的月計室 然後它只是變成了一九 那大家看一下,當然外面的圖都有一些不一樣 來給大家看有哪裡不一樣,首先顏色變了,我老天爺啊 一九年變了這個粉紅色啊 哇 這一本我記得就是成品也有上,所以真的變粉紅色了大家 Why 因為今年是豬年嘛,旁邊的這個藍色,它現在早了色變成膚色了 那快速來看一下後面的附路,嗯,變成膚色沒有錯 那這個,啊這個肥葉不太一樣 這個教你寫字的,哦,一模模一樣 然後這個本來就是膚色 這是我今年使用到真的還蠻開心的一個月計畫本 所以當然就是一九年就要繼續的來寫下去囉 最後,明年的大重點來了,登登 就是明年即將陪伴一整年的手帳本 是我今天選了這一個 或許有些人看了這一個應該就知道了吧 它是叫做開花實驗室 每一年呢他們的手帳本好像都還算是蠻限量的 並不是可以無止境一直買一直買的那種 因為他們本身有點算是一人工作室的感覺 其實真的蠻辛苦,可是又真的太期待了 所以我那時候可是妥妥的乖乖的在那個開賣時間 準時的上去搶這一本 對,那就趕快打開來給大家瞧一瞧 因為光是這一個盒子 大家應該就可以有感受到這一個誠意了吧 首先呢會先獲得這一張非常不一般的序號卡 我已經算是非常有在那個開賣時間上去搶了 可大家看一下我是四百多號耶,天啊 而且這一張序號卡 唉,你們聞不到太可惜了 它真的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我真的覺得我拿到這個包裹 然後當我在拆開再看的時候 我都感覺我的手真的就是變成水水的手耶 大家知道那個就是網路上水水 然後小仙女的手耶 因為這本實在是太仙氣逼人了 那它裡面有附了一個這一個 這是它附贈的 這個紙墊板就是你可以寫到哪邊 就把它一插 你不就可以立刻看到 噢,today 就是我寫到這邊了 那我買的這一本呢 一樣有個非常美的名字 它叫做 我要以一個非常優雅跟非常仙氣的方式念這個 它叫做 物中十一 一點都不優雅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本子 看這邊就知道它是可以180度全部攤平的 不知道大家看這個封面有沒有覺得 哇,感覺很美,很有仙氣 可是不大像我的風格呢 對,因為它其實出了四種款式吧 然後每一種款式的封面就有對應裡面的格式 但是因為我呢只能寫週計畫本 大家知道的嘛 所以我就只能選這一個封面 我比較喜歡的那個封面 它是兩日一夜的 或是一日一夜的 那我真的就比較沒辦法handle 所以也因此 這一個開花實驗室做了一個我覺得蠻貼心的舉動 給了我們一個可以加架構封面的選擇 大家看這是我的封面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加架構同樣size這個封面的明信片 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個明信片沒有馬虎喔 它一樣是 大家聽聲音 有沒有沒有 有點厚度這個明信片 那還有另外一個也是比較這個很仙氣的封面 那我最喜歡的封面是這一個 大家看一下 它名字叫做藏藏 我一定必須要拿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燙營的美啊 大家有看見嗎 這是我裡面最喜歡的這個封面 然後還有下一個 啊這個叫做煙花 這個應該就是可能是一日一夜吧 然後煙花的這個燙金也很美 然後這個星球這個宇宙的感覺 那雖然是把封面的這個書卡給加架構回來了 理應大家都是想說可以就是這樣子換一個封面有沒有 有沒有我這一整本就感覺美不生收 可是我現在還沒想到好方法 我是要把它整個黏上去要做這麼大捏不到的事情嗎 還是我應該買一個透明書套這樣套在外面 然後還可以這樣存下秋冬這樣換來換去什麼的我還沒有想好 但就是 唉你們瞧 真的就是大寫一個福氣的福這個字啊 好啦那就一起來看看裡面的格式打開會有一個 啊它的這個曲名啊都是按照著季節將來 你看像這個蒼蒼 啊這裡面所有的文字也都是他們自己寫的每一個字都 真的我覺得有力量又溫暖 你看這邊寫的 順著生命的流走 每天都前進一點點啊 暖呼呼的 然後再來是有附一個這個表 這個表就是把月份這樣拉開來 每一天給你這樣排下來 然後有很多這個格子 比如說像我前面不是說要做仰臥起座嗎 我就可以在這裡寫仰臥起座 或是一點錢睡 就把那些生活中有的習慣可能列出來 然後這邊就可以畫叉畫圈什麼這樣弄下來 來做個觀察 喔然後再來就驚到正軌了 一月是蒼蒼嘛 其實你看蒼蒼來 然後還有一個小匪葉 這個週計畫長這樣就是一個空白葉 然後再配上週計畫表 所以它這樣也算是一週兩葉吧 就有這個跟這一個可以配 週計畫的格式我覺得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是有一個須須的這個小格線 可以讓你好好對準你的字的 那我的字是怎麼樣都是那麼歪 所以也就算了 那其實我剛剛在翻這個的時候 我就隱隱約約有發現一件事情 它除了旁邊有這個月亮的 月影月缺之外 它這裡都有一個符號欸 大家有發現嗎 感覺很像新作的符號 以我娘的生日好了 7月7號來說 大家看它這裡有一個這個 感覺像MR的這個 大家看這個風底的附路 有附一個這個你看月亮日 那剛剛我媽生日這天 因為7月7號裡應該是巨蟹對不對 可是它 然後它又每一天不一樣 等於說這個 它就應該 可能不是新作 而是什麼我也搞不清楚 可能是不是 這天是處女 處女的這個東西管了那一天 所以你看那天它就寫 這一天要盡量不要吃油的 還怎麼樣的 要保護消化什麼的 就有寫 喔 它還說 很適合剪頭髮 髮型可以維持長久 就有一個每一天的一個 月亮日的一個提醒吧 好啦 剛剛翻過一輪之後呢 真的是非常期待可以好好的使用這本啦 畢竟它跟我 呃 今年用的五花炎的這個 周期化的格式不太一樣 然後在首帳篷的下面有一個 這個很美的這個 你看它附了一個 十二日註簽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些 肥葉上面很美的字 然後它就把它像這樣子 做成了千字一樣的 然後附在裡面 我的老天啊 我都覺得我吐氣出來 都有白煙了我 好的 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2019年的儲備幹部們 不知道你們那邊的競爭情況 激不激烈 有沒有選定人出來了呢 那麼來認真的說 一點點話好了 其實也不太確定這樣 分享拍影片的模式 會這樣繼續多久 但是其實有蠻多時候 我一整天上班下來 我都會覺得說 哇 我真是一件對的事情 都沒有做到 然後就回家跟我娘吃個飯 跟李妮友出去散個步 回來PO一個IG 分享一點什麼的時候 才會讓我有一點覺得說 啊 我也是有做對 那麼一點點事情的嘛 所以在2018年這一整年來說 我真的都有從各個方面 獲得了很多善意 獲得了很多溫度 那我也真的真的很希望 我可以在2019年 也就是明年一整年的時間 我都可以 也給大家那麼一點點的 相伴的溫度 就跟大家給我的一樣 OK 那麼就這麼說好囉 在未來那些可能會 不盡人意 跟有一點低的日子裡 有著這一些小傢伙 還有你們那些小傢伙 跟我跟你 我們可以一起的 好好的過日子 好 那我也會好好的鍛煉身體 讓我的下盤穩固到不行 或許就可以像大叔一樣 大家可以稍微 一點點的圍靠著 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個地方囉 希望大家都看得開開心心的 IG的部分呢 也千萬別忘記可以去追蹤一下 啊 留言的部分呢 也歡迎大家跟我說說話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囉 大家再見 再見